我們看一下這題 他說在這個條件之下 求A-2Y的最大值最小值 麻煩你去把最大減最小怎麼算 麻煩你先畫圖 這樣行不行 先把圖形畫出來 好 先把這圖形畫出來 你看一下 其中A-Y等於 我想講不管大於小 要先看什麼等於 A-Y等於0 A-40Y-40在這 那A-K-41A Y-41在這 所以說這條直線畫過去 會剛好經過什麼點 圓點 0-0這樣行不行 這樣畫上來 所以說這條直線 是A-Y等於0 這樣行不行 小於在這條直線的左手邊 這樣行不行 我們先畫這條直線好了 好不好 這條直線怎麼畫 Y-40 A-K-41 A-K-40 Y-4級 負2 這樣行不行 麻煩你一按 兩個點 連起來這條什麼線 直線 這樣行不行 把這條直線連起來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條直線是 2S-Y等於幾 2 大於在這條直線右手邊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圖形在哪一塊 圖形在這塊區域行不行 再來 Y等於6 1 2 3 4 5 6 行不行 所以Y等於6 是這條水平線 這樣行不行 屏幕說要想 小於 所以說在底下這一塊 所以說圖形在哪 圖形在這塊區域 這樣行不行 麻煩你把這三個點 先把它找到來 Y等於6 可見 A可以吃起 66 Y等於6 移過來 2S等於8 A可以吃起 4 這 46 這個點呢 這兩條直線交點 把這兩條直線抓起來連力 好不好 算出來自己 22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你把這些算出來的時候 題目求多少 求A-2Y的最大值 減掉最小值 那你看一下 對A-2Y而言 麻煩你 這時候把這三個點 22 66 46 再進去 2-4 -2 6-12 -6 4-12 -8 這樣行不行 算出來的 最大值就是自己 52 最小值是自己 -8 那今天把最大值 減掉最小值 -2減掉-8 -2 減掉-8 加8 算出來答案實習 6 OK把這邊看一下